我覺得這個也是一樣 用腸子想的 日本根據科學 所以人家認證了 BNT莫德納AZ 台灣的沒有認證 更不要說高端了 然後我們的指揮中心發言人 莊人想說要跟日本喬 這種事情可以喬 假設我不知道 志祥我想賣這個禁藥給你 你說你不要買 我說我們來喬一下 這種東西可以喬 我今天看到也是有點害怕 原來這種東西可以喬 他說不小心講出一個祕密 太恐怖了 所以你看到我覺得我們的民眾 還是清楚的 平常嘴巴上挺民進黨 但是真的要打進身體裡面 他要過濾 所以高端你看到沒有 打第一劑 當第二劑沒有辦法 239人 因為打第一劑頭已經洗了 他第二劑只能打高端 那打第一劑的多少 天啊 連100都不到 才71 你看到其他廠牌 都是幾千起跳 幾萬起跳 BNT是十幾萬起跳 莫德納因為這個數量不夠 也將近1000 他高端只剩下71 你知道什麼概念嗎 我現在真的很為高端擔心怎麼辦 五百萬劑 現在才打掉七十幾萬劑 後面還有滿滿的四十幾萬劑 隨盜隨打 滿滿的打 一劑 兩劑 三劑 高端殺茶將 跟什麼都可以混 就是這樣的概念 台灣民眾並不笨 導致這個今天引起了很大的批評 這位台灣的霹靂舞好手 大家知道霹靂舞很酷 要跳起來不是太容易 張曉涵今年很年輕 只有22歲 22歲什麼概念 剛好就是疫苗孤兒的年齡 前不八村 後不著電 怎麼輪都輪不到他們 他要到波蘭參加11月的世界霹靂舞總決賽 要出國坐飛機 要入關就要隔離 當然他本來很興奮 想替台灣爭取冠軍 但等不到疫苗 等不到 還去體育署問 就是不行 體育署的這個回答就是你知道嗎 我們的公務單位非常非常的死板 他有很多規定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什麼你要什麼名次 什麼實力才能去 一般的這種 你還沒有得名錢 他是不會給你的 他說擔心染疫 所以怎麼辦 只好做好了棄賽的打算 還好上週終於接到了 第一劑的接種通知 努力了很久很久 大家說那你怎麼不去打高端 滿滿的高端 隨到隨打 人家說我沒要 不要打高端 而且打高端也沒有用 打高端到了波蘭 等於沒打一樣 隔離的天數是一樣的 另外讓大家驚呆了 我們台灣到現在為止 這個張亞涵的事情 我覺得戳破了蔡英文的兩大謊言 第一個是他支持體育 他有支持體育嗎 這個選手又不是800個 900個一個選手 不能夠為他弄個專案 不能把他放到你的第二類嗎 不行嗎 第二類連丁丁都打了 張亞涵為什麼不能打 他是要出國為台灣爭光的 不管他能不能夠奪冠 但是為台灣爭光的選手 連一劑疫苗都不願意給他嗎 第二個抽破的謊言 就是蔡英文告訴大家 台灣疫苗足夠 志強台灣疫苗足夠 台灣重視體育 你怎麼看 這才叫做疫苗足夠 全美庫存超過4000萬劑 拜登帶頭打第三劑 我第一個 今天我要幫謝長廷說話 我覺得這網友對他不公道 什麼謝長廷在哭暈在廁所 謝長廷很忙的 忙著告我 他超級忙的 還不是告一單 還告兩單 同一件事拆兩個書 後來告 他哭暈在廁所 起來第一件事情就是告羅志強 他可能在廁所裡面 正在想說怎麼告我 現在在準備第三單告我 他忙得很 他就是在告歐宏烈告羅志強 他忙得很 那我跟大家講說真的 這件事情我跟大家講 真的是個爛政府 爛到讓人家就氣到 無以復加的爛政府 你每一件事 你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個政府 護航高端到什麼程度 你看我們的霹靂舞 張亞涵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你要知道那些選手 他們一輩子 辛辛苦苦在練一個專業 然後等到這個出國爭光的機會 對他們是非常非常寶貴的 最後是什麼緣故 第一個 沒有疫苗可打 好 沒有疫苗可打 這樣講也不對 有 有疫苗可打 高端對不對 可是你打到高端 人家又不認 根本輸不去 你出去以後 所有隔離規定都一樣 那我跟大家講 可惡在什麼地方 這件事情請問大家 蔡英文不知道嗎 蔡英文一開始就不知道嗎 都知道了 可是他不在乎大家的死活 他也不在乎大家 能不能出國去 陳時中還可以講 那世界又不是只有美國 我真的為什麼生氣的緣故 是我遇到很多的個案 我有一次就在遇到了一個 遊覽車司機 那遊覽車司機跟我講說 羅先生我遇到你 我請你幫我講句話 我們真的很痛苦 我說痛苦什麼 他說我打高端的 我好痛苦 我說你打高端痛苦什麼 他說因為我的單位跟我講 他要派車給我 派工作給我 必須打完疫苗才能夠有工作 我有家裡 有老婆小孩要養 我怎麼辦 你現在只有高端給我打 我什麼都打不到 為了工作我只能打高端 然後他說我更痛苦的 是我打完高端之後 我才發現一劑高端 終身高端 我從此只能打高端 我們的偉大的民進黨政府 混打研究來研究去 從不研究第一劑打高端的 後面讓你打混打別人 沒有 沒門 你定了高端 你就給我定估計到底 然後他說另外 他也更汙子的是 每天在網路上看到 很多人在笑打高端的人 我直接幫很多打高端說句話 有限不是塔律班去打高端 不是支持民進黨去打高端 他就說我不是塔律班 我也不是民進黨的 你們不要笑我 可是現在好像被打 他現在好像打到高端 真的會被笑 對啊 他說你們不要笑我 我是為了養家活口 高端人士身上現在 好像貼了個表情 就覺得這些人不懂科學 沒錯 然後你看 還有很多都是什麼外傭 也沒得選 對不對 我還有遇到有一個也是病患 他就是要去復健 結果醫生跟他講說 你要到復健的話 你要必須打過疫苗 然後也只剩什麼 高端 所以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騙局 那你今天你去看 其他國家認不認高端 不認高端 請問張亞涵的損失 然後那些油染車司機的哀怨 你們一定要猜 我覺得這個打疫苗 是每個人的自主選擇 不管他打什麼 我們大家都尊重 不要去笑別人 但是我比較有意見的是 你這麼多疫苗 不能給張亞涵兩劑嗎 兩劑國際認證的疫苗 讓他免除進到波蘭之後的 種種的困難 這個部分 你不是很忠實體育 才兩劑疫苗 你二類的疫苗當中 分兩劑給他有困難嗎 他不是沒有求救 他有寫信去跟體育署詢問 得到否定的答案 就否定的公文在哪裡 你可不可以拿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好想看